他好像交閃躲了 閃毛呢 別賣我救一下 玩吧冰鳥踢餓中單直接多藍兩紅幹起來 打艾克學Q吧 主要他要推線也可以耗血我想一下來冰鳥捕刀比較難主要是不學Q的話 讓他把兵線打進來待會很難冰鳥我感覺挺厲害的 就是有點缺藍 這把他應該玩一個不吃藍的打野的 對面打野小戴那得尊重一下插個眼 戴克不推線了嗎 不推線我就學E了 他把Q交掉了 直接AE打個電線走了 AE AE 你看這就是怕他推線 不推線都好說我這波可以秒他了 Q1的話雙倍傷害 不推線了 不推線了 他這刀都不吃了 感覺這樣都沒必要Q了 這都不要吃了 一走 他也來了 你看他這個站位就知道了 不然前面打得很保守了 一下子變激進了 直接把他做掉 Q的話有兩段傷害 你Q到的話E也是兩段傷害這樣子 X沒什麼藍 直接把線推了 走吧 他這個血量殺不了 回家買這個女神類了 這冰腦這英雄需要藍量的 發育起來很厲害 這六級的話殺不了 直接打發育 推線有走就好了 不要給他打開 他六級很難殺了 我帶著無情獵手 還方便遊走 我落後了 來 有蛋的不怕 我是有蛋的人 下個藍給我也可以 看他這個藍給不給吧 第二個要的話也可以的 沒事他這個先拿 這樣他先升六也行 我是懂打野的 過完去了我過來了 為什麼這群女這麼肉啊 我一雙倍傷害沒給他燒死 我不是很能理解 這版本沒辦法ER了 你們不要老 老是用老版本東西來跟我講 早就不能ER了 冰鳥能ER那 事關的那個版本賊賴 早就被修復了 而且現在R的話 生成的也很慢 我知道ER的 不能用了 主要是有些觀眾 他可能現在看直播 他不打遊戲了 就不要一直刷了 主播是天天在玩的 不知道吧 我落下抓下 他去打先鸚去了 可是ER都改了好多年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還有人刷呢 可能他這幾年都沒打遊戲吧 他死了 我沒藍了 他也死了 把永刷買了吧 剛好1500不出去了 沒藍了 被逮到要出問題 算了不行 這個線要推一下 推過去就好了 吃不吃到無所謂了 別被卡線 這波有被動有彈在了 他等級低的時候 彈挺脆的 等級高的時候就挺硬的 我記得冰鳥彈的時候 可以開中壓 開中壓跑彈 現在應該也可以吧 以前可以的 炸彈給他掛上 這人還要蹲我 沒事我有被動 我又有彈了 我的彈又好了 留一下這個寒冰 他沒塔了 感覺冰鳥這英雄 游走蠻厲害的 清線又快 清完線就游 沒有機會就刷 這線給他吃我去拿了 不管正的還是歪的 只要留住人就可以了 他有時候根據你角度來 你不是想正就正的 他是看你角度 才能正反斜的 這冰鳥在塔下作戰能力很猛 推塔守塔都很強 他這一波全吃到我的R了 推了 掛到冰凍效果 他動不了 牆在格局上 這冰鳥打他太厲害了 無疾了 你塔下開個E 他就不敢過來守 嗯 嗯 調皮 怎麼會沒給他殺掉呢 哦 割錯了 哎呀 這波 有點荒 等一下 別說 我再故意勾引 看到沒有 我有盪子 這波其實主播只是假裝失誤了 其實在勾引 不空技能他就不會上 不會上的話他就不會死 哎完了 沒Q中 這東西玩的少 熟練度還是有點不是很高 思路是沒問題的 多打個幾把就好了 別打龍啊 不管他 把大天神買了 還是有點缺藍 這也行 我的Q都壓起身了 這波Q做的話 一雙被傷害直接暈住了 大天神有了 我在他上之前 我的Q就已經砸出去 他應該落地的一瞬間 我Q暈住 然後他EA不出來 完美 然後在一個E雙被傷害給他抽掉 我Q暈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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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交閃躲了 伐毛呢 別賣我救一下 我還以為還來的是對面的惡露衣的 怎麼把他位卡住了 直接秒掉了 你在我面前裝什麼呀 這就是三葉全MVP的小袋 怎麼在我面前跟個玩具一樣呢 感覺不像三葉MVP的 可能他碰到了我 直接隔開 雪怒最後一下不給他A 還真是連勝 但是也沒三葉啊 四連勝吧 載克也是連勝的 這兩個雙排的吧 載克也是四連勝的 11-4 10-4 13-7 載克5連勝 19-5 看戰績還可以吧 看這兩個人是不是雙排的 OA OF FH 是雙排 都是四連 這兩個鐘也是雙排 下一把 有關 是 我們 是 有關 有關 是 有關 我們 是 是 有關 我們 by bwd6